大家好,我是美国的Bobby医生,我继续来好物分享,最近有一些新的不同的分享,就是我现在打算弥补一下我以前在生活常识方面的一些缺失,比如我以前在家并不管理财务,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家队友来管理,现在我觉得人要完善一点,以后还有那么长的路,以后我要再去学点东西,不如我那多辛苦,不如我现在就先学起来。 所以这周末有一个很好的体验,就是怎么样在美国用手机付费,在中国有支付宝,有手机支付,那都没有问题,在美国以前我都是带着信用卡,所以这次是因为这个周末前面有一点感冒,有点不舒服,所以人有点昏昏的,跟我家队友出去买东西的时候,我就没有带钱包,也没有带什么包,然后他也没有带,所以我们俩在那的时候, 就已经买好了蔬菜,就要有一个人再回去再去取钱包,我觉得那就太啰嗦了,我就想我手机上那个Apple Wallet,就是苹果的钱包里面有这个电子的装着我的一个信用卡,当时还不用,不会用,不知道怎么用。 但实际上挺简单的,就是现在很多大的超市,我去的这个叫Hive,你都是自己可以check out的,check out之后,它上面显示出来,你要交钱的时候,你就拿着手机就在那儿,就像我扫描我的这些CGM一样,就这样一扫,它就把那个地方出来了,然后你就按边上这个键,按两下,就像你在手机上要买东西一样, 然后再把你的密码输进去,或者用facial recognition,用扫一下脸,就可以付账了,这个我特别开心,回来我把另外一个信用卡也装进去了,但是我们公司有一个信用卡,它就不支持, 还有它可以输,把你的驾照也放进去,但是我们这个周它不支持,很遗憾,这一点学会了,还有就是给朋友之间付钱,比如我一个好朋友帮助我家女儿买Apple的一些产品,那样的话我就用PayPal,我现在特别喜欢用PayPal在网上支付,这个好处就是你不用输你的信用卡,它就用到这个 PayPal之后,它就会链接上你所想,链接上你所想要的那个信用卡就可以去支付了,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方便很多,再有比如ZellPay,还有Wanmo,Wanmo还不会用,所以我要现在把这个ZellPay,还有Online,Banking都学习一下,如果大家有特别好的窍门,就是要简单不要太麻烦了,我搞不了特别麻烦的事情,我现在还是一个菜鸟,所以要一点一点开始学这些, 叫做,有一个名词就是搞这个叫Winfin什么,就是搞Finance这种Mobile的Finance,好,谢谢大家下次再见